因为一个操作失误就有了这期视频 应该有很多玩家会跟我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是想通过木箱上到甲车库二楼阳台 发现对面在丢雷倒是打一波 残血了继续追击 进小房间了 操作失误射了一波墙面 赶紧用燃烧瓶补救 虽然这波抠脚操作不影响结果 但大家要引以为继 是非常经典的反向教学 我跳过去想打他个出气不易 结果枪口被抵全射墙上了 影响情况应该直接命中房内敌人的 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枪口被抵 那是因为玻璃的原因 当把玻璃打碎时 枪口就不会被抵住房内随便打 通过一个错误示范 教大家两种正确进攻假车库小隔间的方式 第一种跳房檐上 跳的过程中打碎玻璃 然后紧接着打房内的人 第二种跳窗框上 同样跳的过程中打碎玻璃 紧接着打人 第一种适合打完人 不进屋 可以折返到旁边窗户或者再回到二楼阳台上 房檐还有个好处是你蹲下房内打不到 第二种自然就是打人后直接顺势进去 所以两种进攻方式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实战情况决定 另外这个房檐急跑状态下 不用跳也能塞上去 我们来由此延伸下 例如假车库的这个小窗 你靠近墙会显示枪口被抵住 无法探头无法射击 遇到这种情况 你可能会人物后退一点 离墙远一点就能探头和射击 但其实不用后退 把玻璃打碎就能探头和射击 当然不止假车库 很多有窗户带玻璃的地方都是同理 这期视频讲的不多 就是因为实战抠脚操作 勾发奇想的一个小教学 希望大家平时游戏不要出现我的同款失误 最后给视频点个赞吧 我们下期再见